半導體製程會使用石化原料 李長榮身為最上游的原料供應端 正在改變中 李長榮在三年多前 在南籽打造了研發中心基地 目前已經花費了20億元 而現在累計的研發中心人員 有150多位 也創造了70多個專利項目 半導體製程最後一關 清洗去除水盒使用的電子級液柄醇 過去用完的廢氣液體只能焚燒 產生大量碳足機浪費水資源 李長榮首創雙循環回收 使用過的晶圓清洗液 再回廠區分離過濾 裡面只有10%的液柄醇 其他是水和雜質 經過處理 再次製作同等級的原料 運回客戶廠達到零液體排放 在客戶到回來的 使用過後的液柄醇廢液當中 其實有非常多的不存物 那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要透過我們的製程去把他再存化 讓他重置回高規格的 高品質的液柄醇容易 空氣讓他一直擾動 在擾動的過程中 那些污泥就會剝落下來 就不會一直越積越多越積越多 塞印的方式把水抽出來 那乾淨的水就會從中間這邊做收集 像白色大拖把的這一片 他能把運回廠區 摻砸各種化學物質的廢液過濾 初來的再生水循環利用 2018年到2021年的三年期間 減少了24000噸的碳排放量 相當於63座大安森林公園的 二氧化碳吸收量 併購加拿大工廠 利用玉米湯家研發生殖琥珀酸 只被內層的淋膜 過去石油合成回收菌的燒掉 透過獨家菌種發酵自成 可以在室內分解 零排碳量降低了64%的能源耗用 應用在汽車組件的TPV材料 不只減輕重量 還可以回收再置 可玩者的液晶泥幕 CPI材料取代了溢碎玻璃 常溫保存又可以節省電力 這個原料的保存 使用上只需要在室溫上面做保存 不需要額外的溫度 或是低溫的控制去保存這個原料 石化企業邁向ESG永續經營 力拼減碳循環資源 努力擺脫製造環境污染的刻板印象 TVBS新聞吳少龍松佩文高雄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 不會 디面還 叫作很多 有馬來的 你應該可以 有馬來的